各位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节 混合筹资资本成本的估计 混合筹资其实我们在前面 也给大家介绍了 实际上它就是具有双重属性 就是有股权的性质 也有债权的性质 而且我们在前面也介绍 有关优先股永续债 实际上我们在这本教材里面 谈的混合筹资 我们后面在第九章 我们还要介绍可转换债券 附带认股权 认债券的资本成本 这个我们在第九章介绍 我们这一章的资本成本 只是针对优先股和永续债 我们这一章主要谈 这两个混合筹资的资本成本 因为对于混合筹资的话 我们说它有类似于债务的特点 比如说像优先股的股息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规的规定 优先股的股息是固定的 也是用面值乘以股息率 而且你看我们国家 它的优先股 就是也是面值是100 然后债券一般都是面值100 但是我们考试出题 一般喜欢出面值1000 这无所谓的 就是说它类似于这个债务 面值乘以股息率 就是它的股息约定好的 但是也有我们这个股权的性质 就是优先股 我们没有到期日 那么它没有到期还本之说 所以有这个股权的性质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像我们在前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 债务的资本分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 先计算税前债务成本 然后乘上一减税率 算税后的债务成本 对吧 因为利息税前也就可以抵税 然后呢 对于股票的资本成本呢 因为股利本身是税后利润支付 它不能够抵税 所以我们计算出来的那个 根据股利啊 或者说按照这个 什么有关必要收益率 我们算它的结果 本身就是一个 税后的资本成本了 那因此我们就会 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混合筹资 那么 永续债 那么它也叫利息 对吧 优先股呢 叫股息 有的会称为是优先股股利 那么这个 要不要考虑 抵税的问题呢 那么在这块呢 我们教材强调了啊 就是别管它的名称 是叫债 还是叫股 那你要看一下 按照金融工具的准则 我们给它分类为什么 是吧 那么如果呢 它规定的有关的条款 我们根据这些条款 我们分析啊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它是归类为 这个金融负债的 哪怕你的名称叫优先股 但是呢 你的性质 是属于金融负债的 那么这个 利息或者是股息 那就可以 税前劣质 可以抵税了 但是如果呢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 我们把它分类为 权益工具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即使叫债 你像我们国家 大部分的这个企业 它发行的永续债 都是属于权益工具类的 所以它虽然是 叫做永续债 它也要付每年的利息 但它这个利息呢 是不能够抵税的 是用税后利润支付的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那怎么来考虑 它让我算资本成本 我们到底要不要抵税呢 这个呢 题目中一般来说 都会给你相应的提示 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比如说 告诉你 按照金融工具的准则 归类为什么 它如果告诉你 归类为权益工具 那就不能够抵税了 就是税后利润支付的 对不对 如果归类为金融负债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具体的计算啊 首先我们看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对于优先股呢 一般来说 考试不特指的情况下 我们都给它归类为权益工具 所以它的股力啊 应该是税后利润支付的 除非考试特指 是吧 所以只要不特指 我们认为它的股力 是税后利润支付 那么对于优先股的 资本成本的计算呢 因为它股力很定 其实我们就可以比照 我们在第六章所讲的 那个优先股的期望报酬率 因为它相当于是永续年金嘛 求折限率 知道当前的市价 知道未来的股力是很定的 让你求折限率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的 优先股的期望报酬率 是用优先股力 比上它的这个当前的市价 对吧 就是D除以P0 是这样的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要考虑 站在筹资人的角度 有发行费 是吧 要考虑发行费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那个发行费 作为你的 这个发行价格的一个抵减项 也就是说 你应该是用优先股力 比上一个筹资金额 所以这个公式呢 和我们前面讲的 期望报酬率的公式很像 只不过就是 我们要把筹资费 作为发行价格的一个抵减项 是吧 然后还要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考试呢 会碰到 它这个优先股的股息啊 不一定就是 就是说每年支付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 比如说每半年支付啊 或者说每季度支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先计算每期的 这个所谓资本成本 是吧 就算每一期的那个资本成本 就用每期的股力 比如我告诉你 每半年支付之股 那就每半年的股力 比上筹资金额 就真正到手的钱 你得考虑筹资费 对吧 那么我们 有了每期的这个 折现率以后 然后呢 调整为年有效的资本成本 这就是要 就是我们的这个 计算优先股的成本 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书上例题 它告诉我们说 公司要发行一批优先股 每股的发行价格 105元 然后每股发行费5元 所以真正到手的钱 筹资金额就是100元了 其实我们对优先股的资本成本的功势 你省得背那么多 我们最主要就是计算 就是掌握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债务资本成本 还有股权资本成本 那大家看我们在前面讲的 如果你要让我算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那我们是用 这个预期的股力 第一 比上呢 筹资金额 然后再加上一个逐年增长率计 这是普通股吧 那你想优先股啊 它的股力恒定 既然恒定 那就没有什么增长率计的问题 那这个股力也无所谓第一地零了 它的股力就是恒定的 就优先股力 我们用P Prafer的优先 就优先股力比上筹资金额嘛 对吧 就是优先股的这个筹资 可以让我们真正到的钱 所以就很好计的公式 就是股力增长率为零了 你就用统一的公式来记了 那再次 我们看一下 它这道题只不过 它给的不是筹资费率 给的是发行费用 那我们就直接拿发行价格 减去这个发行费 是吧 就是每 而且是每年支付一次股息 那是每期的股息10 比上我们的筹资金额 那就是105 减去5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资本成本了 是吧 那就是10% 这是我们说的例题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前年的考题 它是告诉你呢 公司要发行优先股筹资 发行费率和年股息率 分别是2%和8% 每半年 你看它是每半年支付一次股利 这个是年的股息率 所以我们半年的 每半年的这个支付的这个股息率是多少 那就是不就4%啊 年是8% 半年就是4% 然后又告我们所得税率25% 根据税盘规定 他说该优先股利不能抵税 那就说你是税后来支付的对吧 然后让你来求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计算呢 实际上我们是先计算 因为它是每半年支付一次 就是说先算每半年的那个 折先率 每半年的资本成本 每半年资本成本怎么来算呢 他这道题也没有告我 发行价格是折价还是溢价 还是评价 他什么都没说 那你记住啊 就是这是初提人他的一个习惯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就默认他就是什么呀 就是评价发行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带个数也没问题 比如说我 我们假设面值是100啊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 目前优先 我们面值每一张100 那就说分值 我们的公式 我们说是用固定的这个优先股利 比上一个丑资金额嘛 然后呢 由于是每半年支付一次 那你就要记住 我要考虑每半年的股利 同样还是比上那个丑资金额 对吧 还是要考虑 除以丑资金额 那每半年的股利 我假设 我们的面值是100 那么乘上股息率 我就得到每半年的股息了 分母呢 真正到的钱呢 他没说 那就是平价发行 然后他给了发行税率是2% 那就乘上1减去2%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得到 每半年的这个资本成本了 但是我们计算的资本成本 我们在前面强调过 我们口计一致 一定是要算年资本成本 而且年有效资本成本 另外呢 要考虑税后的 由于他这道题已经告我了 这个股利啊 是不能够抵税的 本身就是税后的了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根据这个 我们这个每半年的 这个优先股的成本 我们可以调整为年有效的 是吧 就1加上 每半年的这个成本的 平方减1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先求出半年的 资本成本 然后再调整为 年有效的资本成本 就可以了 那我们比如说 把这个 以前这个考题 我们稍微改一下 我怎么改呢 就是我特指了 刚才我们说 只要不特指 我们就是评价发行 对吧 但是假设我告诉你说呢 我这样说 我说每张面值100 发行价格105元 其他都没变 就加了这样 两句话 给了你面值 也给了这个发行价格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我们优先股的股息啊 它始终是按照面值 乘以股息率来算的 所以这时候 你算优先股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还是算半年的 那我们用面值 分子一定是用面值 乘以股息率 我的股息率 每半年的是4% 是吧 然后分母呢 还是真正到的钱 那我们的发行价格是105元 所以按照发行价格 乘上一减去 这个筹资费率 2% 对吧 所以这话一定要注意 如果遇到 我们是折价 或者溢价发行的 这种情况下 它这块和债务的 这个有点类似 就是说我们的分子 一定要记住 股息始终是用面值 乘上我们这个 所谓这个股息率 对不对 但是分母的筹资 进额 真正到的钱呢 应该是发行价格 乘上 一减去筹资费率 这样来算你的 这个 每半年的优先股 资本成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算出来 这个优先股的资本成本呢 就每半年 是3.89 然后后面就一样 因为你要算年有效的 所以把一加上 每半年的成本 平方减一 这样来计算了 这是我们谈的 对于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确定 那我们再来看永续债 永续债的资本成本 和优先股 实际上是一样的 它都是指的是 相当于是恩道无穷 所以公是一样 也是把这个 每一期的 这个 就是它这个利息了 那就不叫股息了 然后除以筹资进额 那么一样道理 如果遇到 一年计息多次 我们也是先计算 每期的 这个 就是永续债的资本成本 然后呢 再给它调整了 年有效资本成本 然后要注意什么呢 按照税法的规定 它这个利息 是可不可以 税前 这个抵税的 是吧 它如果能够税前列支 那你要把这个 算到那个资本成本 给我成个一减T 得到税后的成本 那我们可以 接回到立题来看一下 大家看 其实永续债的资本成本 计算的原理 和优先股是一致的 我们这条立题呢 它给的也是 数多税率25% 然后告我们呢 这个永续债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是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这样一来 它的利息 虽然叫做利息 但是它是符合 我们这个权益工具的特性 所以它利息应该是 税后来 这个支付的 所以不能够抵税的 然后它给了我发行费率 年利息率 分别是5%和9% 也是告我们 每半年复息一次 让我们算永续债的资本成本 那我们算的话呢 首先也是 因为它是每半年复息 所以先算每期的 也就是我要先算一下 每半年的这个资本成本 然后分子呢 因为它也没提平价 折价 溢价 我们考试只要什么都不提 就默认为是平价发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随便设 它的发行价格为多少 是吧 所以无所谓的 因为它可以约掉的 所以我们用它的相当于 比如说面值 比如说一块钱的面值 那我乘以利息率 它给的是年利息率9% 所以我的半年利率呢 那是不是就是4.5%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也就是我每半年的利息率 是4.5% 所以我就拿半年利率4.5% 然后比上一个筹资金额 真正到好的钱 那么就是 比如说我们 这个它的面值是1 发行价格也是1 乘上1减去 筹资费率 乘上1减去5% 这样我可以得到每半年的 对吧 然后呢 再给它调为 因为我们算的资本分 是年有效的 所以你可以看 调为年有效的 和我们刚才讲 优先股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 刚才要提 我们改一下 你看我这个改的 主要就是说 我特指了 说这个债券的 这个永续债利息 是可以抵税的 就跟我们刚才 它反正是按照 税法规定是不能抵税 但是我们这边是可以抵税 因为它的利息是税前列支的 对吧 然后还告诉我 这个债券的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价格105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特指 我们是平价发行 但是你看我这里面特指了 它是一个溢价发行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算这个 资本成本的时候 那大家看分子的 每期的这个利息 也是先算每期的资本成本 因为它是每半年 复习一次 由于我们这个 刚才已经分析了 它的年利息率是9% 所以半年的利率是4.5% 对吧 而且利息呢 一定要记住是用面值 乘上 这个约定好的利息率 所以用100 乘上我们的4.5% 这样可以得到 每期的利息 对吧 然后分母呢 要考虑真正的好的钱 所以应该用发行价格 用105 去乘上一个什么呢 一一减去 这个筹资费率 我们筹资费率是5% 然后这样得到你的 每半年的资本成本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呀 年有效的 所以要先算出一个 我们的税前的资本成本 税前资本成本呢 那就是把这个一加上我们这个每半年的 就是你算的结果的平方减一 可以得到我们的税前的年有效的资本成本 然后再算税后的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计算这个资本成本的特点 就对于债务 如果它是利息可以抵税的话 先计算税前的年有效成本 然后再算税后的 那我们让你算的资本成本 最终是要算税后的 因为它也给了你税率了 所以呢 我的这个税后的资本成本 也就是我们永续债的这个成本 实际上呢 就是要把这个税前的 是吧 就是税后的这个K 那就用我们刚才这个税前的 把这个税前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K 这个就用一个永续债啊 比如说我们用前面用干嘛 这个贷 然后你再给我成个一减T就完了 是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和前面讲 债务的那个资本成本的确定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前面算债务成本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这种永续的 我们可能逐步测试 结合内差 先得到每期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然后再调整为年有效到期收益率 那是税前的 然后再成一减T 那是税后的 是不是 这一块也是一样啊 所以你看 我先求出每期的这个成本 一定要记住 由于我们是溢价发行 分子的利息一定是面值 乘上每期的利率 分母是筹资金额 按照发行价格乘上 一减去筹资费 是吧 实际上就是我们分子就是 这个每期的 这个用资费用利息 分母是真正到的钱 除以筹资金额 这样可以得到我们的每期的成本 然后再调整为年有效的 税前的年有效成本 最终我们要算税后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永续债的资本成本计算要注意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节 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你看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有债务的资本成本计算公式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以及混合筹资资本成本 但企业通常啊 他不是说只用单一的筹资方式 我们可能是要利用多种筹资方式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算一下你的全部的长期资本的平均成本 因为我们在前面也介绍 我们一般来说 包括债务也是 我们通常情况下 短期债务就不考虑了 是吧 我们一般只考虑长期债务 而这个股权筹资呢都是长期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算的加权成本 是针对的是长期资本的这个平均成本 由于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通常的是按照各种长期资本的比例加权算 所以成本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也就是说企业所有资金的 这个平均资本成本怎么来算呢 那从名字上可以看到 就是把个别成本和权重相成相加 个别资本成本怎么算 我们前面已经分别介绍了 是吧 你像债务资本有四个公式 股权资本是三个公式 混合筹资的话 其实我们是依据的那个 就是求责限率那个方式 是吧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 我们利用那个股利模型 只拨令计为零 然后去推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权重呢 这块你就要注意 我们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账面价值权重 那么顾名思义 就是根据我们资产负债表上 所显示的会计价值 是吧 你的股权的账面价值多少 债务资本价值多少 对吧 你然后考虑个别处理总比 那这个是数据很容易获得 是吧 所以计算比较方便一点 但它的缺点呢 因为我们的账面价值啊 它反映的是一个历史的结构 不一定能够反映我们的未来 而我们做决策 我们比如说要做资本预算 做项目投资决策 或者说算企业价值平衡 是要考虑将来的 所以它的缺点在于就是 不能够符合未来状态 而且呢 账面价值啊 有的时候啊 它和我们当前的这个 就是市场价值相差很远的 所以这样会 可能会歪曲这个资本成本 那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啊 为了克服这账面价值 权重的缺点呢 那我们就考虑到 可以按照当前的实际的 市场价值来加权 就是目前的啊 我们这个债务啊 股权的市场价值 它是根据当前的 这个市场价值比例来测算 那就可以反映当前的权重了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比如说股票的市价 每天可能都在变化 你算出来的只是根据 当前这一天的这个市价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你这个不断变化 这种市场价格 你到底以哪一个为准 所以它的缺点呢 就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这个加权那么说 可能会经常变化 那今天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天又变了又是一个情况 就不稳定 这是我们谈第二个权重 实际市场价权重 那么它的优缺点 优点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账面价值 它可能会脱离当前的情况 可能会歪曲 那么你的实际市场价值 它是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 但是呢 我们决策是要考虑未来 对吧 你这个当前并不应该代表未来 而且我们未来 它每一天市价都会变 所以它你算出来的话 这个资本成本就不太稳定了 我们第三种 就是理论上讲 我们是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权重 就是根据什么呢 目标资本结构 是吧 那么这个目标资本结构呢 也是要按照市场价值来计量 那它不是按照当前的 那么理论上讲 应该是按照我们目标的市场价值 但这个目标的市场价值呢 它的就是确定方法 那我们这本书呢 它的观点就认为什么呢 就是你选一个平均市场价格 等于说我对未来的估计 它的市场价值 也是一个自己估计的一个书 就是根据呢 我们这个就是 等于说一段时期内的 这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平均数 那这样一来就避免了 我们用某一天的 就是或者用当天的市场价格 它可能会老变这样的缺点 是吧 我们是用了一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这样可以避免市场价格变动 频繁的不变 就是避免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缺点 是吧 而且呢 因为我们是要 测算的是目标的市场价值嘛 所以它能够 用来评价未来的资本结构 是吧 不像我们账面价值只是反映过去 而实际呢 是只反映现在 目标呢 是可以体现未来 所以它的优缺点 我们以前也考过 实际上你就按照自己的话 能够答出来就可以了 是吧 最关键点就是 比如说账面价值权重呢 它的优点就是数据很容易获得呀 计算方便 但它的缺点呢 你反映的是历史的 对吧 你反映是一个过去的资本结构 你不能够体现未来 而且呢 账面价值有时候和市场价值相差很大 可能会歪曲我们的资本成本 那么呢 我们说实际市场价值是根据当前的 这个股权债务的市场价值来算的 但当前这个价值呢 可能和未来又不一致 而且呢 它每一天价格都在波动 它不稳定 也不能够体现未来 那等到我们的目标资本结构的权重呢 由于我们是要考虑目标市场价值 而且我们计算的时候 是根据一段时期的平均的市场价格算的 所以就避免了选择某一天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不稳定啊 或者是变动频繁那样的缺点 它还能够体现未来 所以理解来记忆 三种价值权重相对比的优缺点 我们这个周快考试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每年至少有一道题 考的有点像简答题的性质 因为它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可能就是说 它认为比如说 你的英语很好的同学 我可以给你加五分 这个是不是合理啊 我们不管它 反正我们参加考试 就按照它的规定来嘛 那么就说如果这道题 你全部用英文作答 那么我们这个题的分数 就能够多加五分 当然你答对了才行 是不是 所以它要想考我们的英文 好不好 它一定要有一道题是简答题 所以就每一年 都有一个简答性质 它一般考的就是 类似于像什么优缺点啦 或者说它这个试用的范围啊 类似于这种 可以考试简答那些东西 这个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后面也会结合 以往的考题会说一下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重复 就像我们 比如说将来到第二章 我们会讲 经济增加值 它的优缺点 那么这个其实也多次考过 所以它比较喜欢考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权重的选择 如果考我们客观题的话 我们说理论上讲 我们应该是认为最好的 就是目标市场价值权重 但是主观题的考核 那么这个权重呢 大家一定要首先要特别注意题目的要求 是吧 我们现在考试它一般来说比较严谨 它都会给出你 以什么作为这个权重 是用账面的价值啊 还是市场价值啊 或者说是目标资本结构 它会给出要求 但如果考试没有给要求 它什么都不说 是吧 我们以前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题 就是它可能它就默认了 就是它如果什么都不说 那我们一般来说都是 用账面价值为权重啊 也就是说你都没有题 也没有给我这相应的数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数据的可获得性 是吧 我们通常就以账面价值为权重 所以一定要先看题目的要求 如果没有要求 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以账面价值为权重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道 以往的这个多选题啊 它就问你下列关于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数法中正确的有 A呢说计算加权平均资本分的时候 理想的做法是按照 以市场价值计量的目标资本结构 对吧 也就是他提到的是一个目标资本结构了 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市场价值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做法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我们再看B 说计算加权平均资本分的时候 每种资本要素的相关成本 是未来增量资金的机会成本 而不是它的历史成本 这个包括我们在前面讲债务的成本 是吧 我们也是特别强调 我们都是考虑未来的 因为你做决策 算资本是未来决策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 再看C 说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需要考虑发行费用的债务 应该和不需要考虑发行费用债务分开 分别计量资本成本和权账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考虑发行费用的这个债务的成本 和不考上的成本 公式会不一样啊 对吧 或者说我们说借款 我就想问你借款和债券 两个不同的资本成本 你要不要分别考虑啊 当然要分别考虑 是不是 一般来说我们说借款 它的这个 可能就是发行费很少 就手续费一般 现在银行都不收手续费了 但是发行债券的话 委托成效啊等等 这些费用很多 那当然它成本不一样 那我就要分别算它的资本成本 分别考虑它全中 是不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D 都计算加权平均的时候 如果筹资企业处于财务困境 需要将债务的承诺收益率 而非期望 你既然处于财务困境 很可能就要违约了 既然违约你就不能承诺 应该用期望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只有D是错误的 那我们再来看17年这道计算题 那么它这道题呢 就是让我们算个别成本和价钱 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下 它告诉我们这个公司呢 是一家上市公司 主营保健品生产和销售 17年7月1号 为了对公司业绩去评价呢 要铺团它的资本成本 就给了我们有关资料 第一个呢 告诉我们公司 目前长期资本中呢 有长期债券1万份 普通股600万股 没有其他的长期债务优先股 所以它就是长期债券和普通股 两类资金了 然后长期债券的发行 是16年的7月1号 期限5年 票面的这个价值是1000 票面利率8% 每半年复习一次 公司目前的债券的 每份市价是935.33 普通股的每股市价是10元 就给出了债务和股票的市价了 然后也给了我 无分险利率 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所以你看 每一年它出题 它可能说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给大家强调了 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是什么 那就是RM嘛 这就很清晰了 是吧 这个是RF 然后也给了beta系数 7月1号 但是目前呢 是17年7月1号 等于说已经过了一年了 所以呢 我们要求它的这个 债务的税前成本怎么算呢 你想我们 讲的有四个公式 你想有到期收益率法 还有可比公司法 分险调整法 还有财务比例法 实际上对于债务的 资本性的量化测算 就两个方法 要么考你到期收益率法 要么考你分险调整法 那么像这个要提 想用分险调整法 数据不具备 那我只能是用到期收益率法 因为它有市价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考的就是 让你算到期收益率 但因为它是每半年复息的 所以以后先求出每期的利率 所以我们可以列视一下 它市价是935.33 然后呢 它也没有提什么投资费啊 什么的 是吧 那我们就不用去考虑它 就是等于是站在 投资人角 有些考虑它的到期收益率 那么这是我的相当于当前的市价 那么我们要考虑未来的 这个利息 本金的限值 等于当前这个 相当于你啊 如果作为投资人 买这个债券的那个市价 就那个现金流出的那则限率嘛 所以我们 等于右边各期利息 每半年复息一次 它告诉我们这个债券呢 它的这个 票面利率是8% 但是年利率 我们主要不特指啊 就是 年利率 是吧 票面利率 百分之报价利率 那我的每期利率呢 是4% 所以我们的 面值 它也告诉我了 面值是1000 所以我的每期的利息 是1000 乘以4% 然后未来还有 4年 4年是多少 和半年 8个半年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要考虑 择限率 位置数 是吧 不用k半吧 谁能我忘了自己 87 然后再到期的本金1000 去乘上 负利限制 系数 对吧 利率也是半年的7利率 7数为8 然后剩下就是我们讲 逐步测试就会内叉了 而且你注意考试啊 你不用担心会测很多次 由于它是什么 折价 折价的话 票面利率低 所以你一定是往高测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我们后面的计算 我首先就要往高测 我设利率是5% 往里面去套 算出来 这个未来六五的线是935.33 所以你看 它给我的就是935.33 所以你看都不用你去内叉了 那正好就是你 它就是考你能不能懂的这个规律 是吧 这时候我就应该往高测 那你往高测 就要比4%要高 所以这样一来得到5% 但这个5%是什么呀 是每半年的 而我们要计算是年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要 一加每期利率平方减一 这样得到我的税前的资本成本 对吧 因为它的提问让你求的是税前资本成本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用资本资产的模型来算 它的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那就是套这个公式 6%加上β1.4 乘上11%减6%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就直接一套公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是吧 我们接着看第三问 它说以目前的实际市场价值为权重 那等于说已经提示你的权重 是按照当前的实际市场价值 由于它已经给了我这个债券 你看每份市价是935.33 然后我们这个 就是发行的这个债券 总共发行了1万份 所以你的债务的 我用D Date表示债务 那我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呢 那就是我们总共是1万份债券 乘上一个每份的市价 935.33 权益的资本成本呢 我们比如用E来表示 那么它实际上 它告我是600万股 对吧 然后呢 每股市价是10 所以权益资金 债务资金 我们都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考虑用我们的 就是个别处义总体 是吧 所以权益的比重 就是935.33 比上6000加上935.33 股权的比重就是 6000除以6000加935.33 是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我们后面给大家这个答案 那就是你要把 而且最后要给大家提醒 你注意 他这条题 你像我们那一年 有很多同学在做题的时候 就直接拿这个税前的资本成本 去乘上债务的比重 这一定不可以的 加权成本我们给大家强调 口径一定要一致 对吧 所以你在算加权 它虽然第一个让你求的是税前 但你一定要把这个税前的成本 这个债务的成本 你一定要记住 给我乘个一减T 然后你再去乘上 我们债务的这个比重 对吧 股权的资本成本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税后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这个股权的 这个资本成本 去乘上一个股权的比重 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这块呢 也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一定要记住 口径一致用税后 这样可以得到加权成本 你像我们那一年第四份 它就问你 计算加权成本的时候 哪几种权重的方法 我们有三种 三个方法 各自的优缺点 那我们还已经谈了 就把书上那些话 一些重要的是吧 我们通过自己的理解 来把握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其实这道题也是以前一道考题 我们主要是想谈一下 就是权重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怎么样来考虑 你像那么这要题呢 我们上次根据以往的考题 稍微就把年限变一下 他告诉我们说 B公司是一个制造企业 然后2022年度的财务报板数据给我们了 他这里面单位都是万元 就是他有关收入成本利润 然后资产负债权 这些都给我们了 然后呢 他告诉你说B公司没有优先股 目前发行在来的普通股是1000万股 假设B公司的资产全都是经营资产 流动负债全都是经营负债 然后提示你长期负债全部是金融负债 那就是我们流动负债都是经营的 是无息负债的 又告诉我们公司目前 已经达了稳定增长状态 未来的年度呢 将维持2022年的基因效率 财务政策 包括不增发新股 不回购股票 这一看就是未来满足了 可持续增长了 他说可以按照目前的利率水平 在需要的时候取得借款 不变的消耗净利率 是可以涵盖不断增加的负债利息 我们经常会看到 以往的考题会有这句话 其实他主要目的是为了要严谨一点 就是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就特别喜欢扣细节 他就会考虑到就是说 你如果要是说我们新增债务 那么带来新的利息 那你的这个利润扣了利息以后 是不是就会变了呀 我们实际上就是想告诉你 我就是指的消耗净利率不变 即使扣除了新负债以后 利息以后 几率也是不变的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 又告诉我们 2022年的期末长期负债 就代表全年的平均负债 2022年的利息支出 全部是长期债务的利息 适用的税率25% 我们看他要求 第一个让你计算B公司 2023年的预期消耗增长率 那么因为他已经告我们 未来是满足了可持续增长 那我们在前面讲了 如果满足可持续增长的五个假设前提 那我的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就等于上年的 就应该等于2022年的 可持续增长率 对吧 就等于基期的嘛 所以你要想算2022年的 可持续增长率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 因为他给了报表 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有关 他的这个报表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 那个所谓我们的期末数 两个相乘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杜邦的核心指标 权益净利率 然后你要给我乘个流存率 然后再除上一减去 这两个相乘 那我们就去找啊 权益净利率呢 2022年的净利润 500 然后他的所有的权益呢 2025 而且他给的是期末权益 对吧 所以500除以2025 这是权益净利率 乘上利润流存呢 你看他净利润500 他告诉你 本期分给股东350 留下来是多少 150 所以留存率的利润率 150除以500 两个相乘除一减两个相乘 所以第一问就是让我们计算可处增长率 就是第二章的考核 然后第二个让你计算B公司 未来的预期鼓励增长率 就等于可处增长率 所以第二问和第一问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满足了可处增长的五个假设 所以我的鼓励的增长 就是我们的预期的可处增长率 是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关键看第三问 说假设B公司啊 2023年年初的股价是9.45 让你算他的股权资本成本 而且让我们算加权成本 我们先看股权成本 因为股权资本成本 到底用什么模型 我们有三个模型 是吧 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鼓励模型 还有债券收益率分钱溢价法 考试的时候要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来判断用什么样模型 你像我们如果想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我得有beta系数啊 那么无分险利率啊 市场分险补偿这些 他没有给的 但是呢 给了我当前的股价了 也给了我们这个股利 你看 这个是2022年的这个分配的股利 对吧 那就是给了G7的D0了 那我们要算的话 很显然这个股权成本 也就是说我要算这个股权成本 就应该是用预期的股利 第一比上P0 然后呢 筹资费他也没提 那我们就不用去考虑发行费 是吧 要不要考虑发行费呢 看看题目 题目上有 告诉你 哎 我要新发股票了 发行费多少 那你就得考虑 他什么都不说 没有提发行费 那就不考虑 所以第一除以P0加G就是了 那么预期的股利呢 他目前的股利 本期分配了350万这个股利 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用每股股利啊 你看他的股数呢 是1000万股 所以每股股利 第0 第0就是用350 除以发行的股数1000万 那很显然呢 就是0.35 对吧 所以那我这个第一呢 就是0.35 你要给我乘个 1加增长率计 那么这个计呢 我们刚才第二个已经算了 那就是你刚才第二问的 可持续增长啊 股利涨率有了 然后我们的股价是9.45 所以股权成本就很容易算了 然后还让我算加权 那么加权 我就得有债务的成本啊 那对于债务的资本成本 怎么来算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条例题 给的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呢是告诉我们 未来啊 是可以按照目前的利率水平 在需要的时候取得借款 那么借款 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什么折溢价的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 折溢价的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算这个 有关借款的资本成本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 你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讲过 到期收益率法的特点 如果是平价发行 没有手续费 那我们的有关 这个就是税前的债务成本 就应该等于什么呀 就应该等于他的票面利率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 没有提折溢价 而且我们是借款 那我们就认为 他没有什么发行的 溢价责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考试只要没有 谈他的发行价格 或者市价和他当前的 面值不一致 我们就默认为 他就是评价 评价发行没有手续费 既然评价发行没有手续费 所以债务的税前成本 就应该等于什么呀 你的利息率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呢 税后成本呢 那你就可以把利息率给我乘上 一减数得税率 就是债务的 税后的成本 是不是这样啊 那我们就要得到利息率呀 他也告诉我 可以按照目前的利率水平 那目前的利率 我们的利息 可以找一下 135 然后他又提示我们 流动负债 经营负债 无息负债 长期负债都是金融负债 所以你的利息是多少 我的利息率 目前的利息率水平就是135 除以1350呗 那就是10%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是 评价没有手续费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再啰嗦一点 就对于债务的资本成本 按照到期收益率法的特点 如果是评价发行 没有手续费 那我们的债务的成本 就可以直接拿利息率 乘以1减多少水平 像这道理题 就10% 乘以1减25% 就可以到税后的成本 我们债务成本有了 股权成本也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 按照这个各自的权重 来算加盐资本成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那么加权成本的这个计算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是要考虑 比如说债务的比重 呃 乘上一个我们的 债务的税后成本 是吧 一定要用税后的啊 要考虑所得税的这个 税后成本 然后再加上一个 股权的资本成本 乘上一个我们的 股票的啊 就是就是股权的这个权重 乘上股权的资本成本 我们现在呢 股票成本有了 债务的税后成本也有了 所以现在就要考虑 怎么去定这个权重 是吧 那这个债务的比重 还有股权的比重 这块怎么考虑 有同学经常会问啊 到底老师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像他这条例题 他都没有提 以什么为权重 是吧 嗯 那么我们在考试说 如果他没有说是用 啊 目标市场价值啊 还是这个当前的市场价值啊 或者说账面 他如果不提的话 我们通常 就按照以往的考题的处理 他都是根据 账面价值来 为权重来算的 是吧 这是我们以往考试处理的方法 就是他如果什么也不提 他没有提 市场价值 而且我们的数据 你像他虽然这条题 大家看到 他已经给了股票的这个市价 但是对于债务的 这个市场价格的情况 他并没有给 是吧 嗯 那我们像这种情况下 他既然什么都不说 我们就以 账面价值为权重 那么对于账面价值的确定呢 由于他这条题 是告诉我们公司 未来是保持财务政策不变 什么叫财务政策呢 就是资本结构不变 对吧 那我们就等于说 未来还是目前这个资本结构 那既然是按照目前资本结构 我们就要考虑 这个资本结构是什么 那么这个资本结构 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讲到 什么叫做加权资本成本呢 它反映的是 长期资本的平均成本 是吧 我们说有这个概念 是长期资本的平均成本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你在考虑权重的时候啊 应该是要看这个长期的债务 占你全部资金的比重 特别是像我们这条例题 就非常明显 因为你的流动负债 是经营负债 无息负债 对吧 我们这条题 长期负债才是有利息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块权重啊 我们实际上应该指的是 长期债务 就是债务的比重 债务的比重 我们应该是指的是 这个长期负债 占你的长期资本的比重 长期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是不是这样啊 那同理呢 我股权成本的话 股权的比重 那就是所有的权益 或者一减去债务 那就可以了 那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就是用所有的权益 去比上这两个合 这个实际上就是 什么叫加权平均资本 大家把概念搞清楚 加权平均成本 我们指的是什么呀 长期资本的平均成本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这个长期负债 1350 所有的权益呢 都给的是2025 所以债务的比重 1350除以 我们的1350加上2025 那么权益呢 就是2025 去除以这个长期资本的 合 对吧 所以这个权重有了 那么加权平均 就是计算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把 这个有关 股权的资本成本 和债务的这个 税后资本成本 按照权重 最安排平均就可以得到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 以前的一个考题 这是谈的有关 加权资本成本的计算 希望大家注意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这个权重 怎么处理 就是如果考试 要是不特指的情况下 我们按照数据的可获得性 是吧 那么因为你什么都不说 那我们只能以它的 账面价值为权重 是吧 好 那我们第四章 资本成本的内容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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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